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居民纷纷入固 一战结束后没多久 二战开始了 有了一战的经验 湘宾人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更为盟军提供了众多情报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ITERVITIS.FRE站中庇护居民的汉瑞酒窖 汉瑞酒窖内的临时学校葡萄酒监工 ITERVITIS.FRE1940年5月10日 德国开始入侵法国 仅仅一个月后的6月22日 法国向德国投降 德国人占领了这片盛产美酒的土地 在头几个月的混乱中 几百万瓶香槟消失了 这是当年9月德国控制住局面 后统计得到的数字 CANTER.COM二战期间的明月香槟采收集 为了保证按时提供给希特勒和德意志第三帝国战士们的美酒 德国派出了多名葡萄酒监工 外托到各个葡萄酒产区 其中负责香槟区的是Botipleisch.他出生在干义地区 曾经营葡萄酒进出口公司 算是比较了解香槟的人 香槟区葡萄酒兼供的Toke Lappish 香槟酒庄的反抗纳粹要求提供的香槟数量太过巨大 每个星期提供几十万瓶香槟是香槟人无法接受的 为了保护香槟 香槟人要么调换酒瓶上的标签 要么掺水造假 但Botter Clitish对香槟的了解 使得这些行动很难蒙混过关 Clitish曾对着泰亭哲年轻的当家人Frenoy Saitinger嘲笑 称泰亭哲提供的香槟太差 简直是习丸鼠 但Botter Clitish表示 反正那些人也喝不懂香槟 他因此被恼火的Clitish丢到了监狱 还是他哥哥去跟Clitish求情才被放出来 DECANTER.COM 那翠前用香槟酒宴仅仅几个月过去后 到了1941年的春天 香槟区各酒庄的库存已经见底了 香槟人需要组织起来对抗纳粹 1941年4月 法国香槟酒行业委员会CIVC成立 明月香槟的庄主Roberts 安迪拉克伯爵香槟区助力抵抗运动香槟区的人们发现 每次大批量香槟的运输地点似乎正意味着德军的下一个侵略目标 1941年 大量的香槟被运送到埃及 而后就是隆梅尔在北非的战争 香槟人开始将这些情报提供给盟军 就像一战时人们躲在香槟的酒窖中 避开连绵不断的轰炸一样 二战时的香槟酒窖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国抵抗运动据点 许多武器弹药被藏在酒窖中 反抗者也能在此躲避追捕 明月 库克 海德查克等酒庄 都为反抗者提供帮助 L.E.X.P.R.E.S.S.F.R.B.O.L.L.I.N.G.E.R. 传亲女庄主L.E.X.P.R.E.S.F.R.也积极抵抗纳粹破坏 1943年11月 Vogh伯爵和敏玥的其他管理者被捕捉去并被判处死刑 香槟地区因此全体罢工 Kleesh不希望自己的工作无法完成 稍作妥协 Vogh伯爵暂缓死刑 被送到了集中营 在1944年盟军反攻时 他被营救出来 回到了家乡 开始修养身体 并重新建设香槟地区 庄稼师里的香槟人 1945年5月 雷克莱尔的第二庄稼师 攻占了希特勒的私人别墅英朝 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一个满是美酒的酒窖 其中有沙龙 麻木 蓝颂等许多大牌香槟 而部队中有一位十分熟悉这些香槟的年轻人 他的名字是贝尔纳德诺南库尔 这位年轻的战士的母亲来自南宋家族 父亲是一战的英雄 在他父亲去世后 他的母亲买下了濒临倒闭的罗兰百月 二战爆发后 他的哥哥Morris加入了抵抗运动 被纳粹抓捕送到了德国的集中营 在那里去世 他因此 也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 之后 在盟军反攻时 加入了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 在英朝见到了那些来自家乡的香槟 战争结束后 他成为了罗兰百月的经营者 并将其发展壮大 1989年 罗兰百月收购了沙龙香槟 这位先生是在2010年去世的 享年90岁 L-O-O-K-V-I-N.C-O-M 英国首相邱吉尔 各位请切记 我们不止为法国而战 更为香槟而奋斗 香槟需迎来新和平 1945年5月7日 德国在兰斯签订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欧战场平定 第二天德国投降的消息正式发布 法国将5月8日定为欧洲胜利日 5月9日 德国在柏林向盟军和苏联再次投降 苏联将5月9日定为 战胜德国法西斯纪念日 1962年7月8日 法国总统戴高勒与德国总理阿登纳 在兰斯大教堂签署战后和平协议 C-H-E-M-I-D-E-M-E-M-O-I-R-E-G-O-U-V-F-R 为得来不易的和平 却作者 白糖高身为在广东长大的东北人 观察迪奥尼索斯和寻觅身边 美食都是日常人物 宾客年末激烈活动之寻觅之旅 点击了解 第二期寻觅之旅 招募满足你对香槟 中文字幕提供